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画面中的银色轿车 轿飞完毕要离场 停车长乍栏一如往常的向上升起 这时候有一名白衣男子 为了要抢快要穿越 准备小跑步从乍栏底下冲过去 谁也没想到这名男子没有算好时间 乍栏就突然落下 就这样碰的一声 直直砸在男子脸上 让他痛得捂着脸跪倒在地 一旁管理员他看到意外发生 也赶紧出来查看 这名遭到乍栏砸中的当事人 事后也将这段画面拋往 笑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 有时候不是好运 这回意外他一共缝了八针 他也很感谢当下管理员大哥 马上就出来帮助他 而这回将自己受伤的影片公开 就是希望请大家 行进像这样的升降栏栏 最好还是要多多注意 小心安全 避免意外再度发生